大建传统建筑达罗安齐 部落早货店 丰富顶尔老部落工班 利用自然素材建筑 茅巢黄藤等 并以传统工法进行试作 在施作的过程中 工班表示 部落的长者都会向进来关切指导 希望完成后呈现 阿美族传统工法 建筑 生态 生活 免协等知识 东莞驻105到106年 陆续完成了东海岸 南竹湖 都立及基齐部落等商驻 巴罕安齐部落早货店 将既有的早货店 结合部落特色油层 农特产品 手工艺品等 打造为东海岸部落理由服务祭典 今年延续前期的规划 透过公开征选的方式 由花莲县封冰箱 丰富部落 进谱部落获显为 巴罕安齐部落杂货店 不是说为了要赚钱是 为了部落或者是哪里来的学生 都来这边 你南南都带来 一路独山来 三百亿 去南南 丰富部落 巴罕安齐 部落杂货店 本月初开始施作 将进行杂货店的空间改造 正式部落供应师商品陈略期 部落文化展览廊道 及部落文化体验凉亭等 未来让里克不止 能选过部落农特产品 及一品选物 还能亲手领列 阿美族传统工艺的奥妙 颜色新闻 法务的 花莲丰冰采访报道 本月初开始订阅 再次订阅 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